欢迎收看NIA新著名全球新闻网 我是中文主播洪崇凯 外送平台防疫 推临接触服务 移民署台中站 力推洽工守则 疫情期间 民众或许还是得到公部门办理相关事务 移民署台中站 推出外出洽工二部三要守则 其中二部是 不脱口罩 不摸眼、口、鼻 三要则是 要配合实联制政策 要准备自己的文具 要勤洗手 台南群聚系统 助警科技防疫 为了减少群聚造成染疫风险 台南市率全国之先 开发出群聚监测警示系统 透过晶片 可侦测人潮群聚 主动通报警察 协助警察同源提升防疫急差效率 台中警创车牌 移工大赞贴心 移工的代步工具 电动自行车尚未修法 装排列管 因此经常发生电动自行车的偷窃案件 台中警察设立四字码 辨识牌 装在电动自行车上 移工朋友也感谢警方出手相助 降低偷窃机率 外送平台防疫 推零接触服务 全台疫情尚未趋缓 外送平台也推出防疫措施 Uber Eats宣布 全面实施线上支付 暂停所有现金订单 Food Panda则考量长者与学生 不一定会使用线上支付 推出优惠 鼓励消费者使用线上支付 降低接触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